他们其实一脉相传的 不光是这个拼命三郎的称号 我知道他们的号码呢 也都是13号 咱们来问一下艾伦爸爸吧 这个对家族有什么意义吗 13号 说背信号的事吧 还有点小故事 当时是辽宁队封了三个号 一个是我小弟那号 一个是杰菊那号 还有李小勇那号 当时我和我儿子 三个儿问我爸 三辽宁队要多少号 当时我儿子选择是 一个最大号一个最小号 我是儿子 你要那个四三号吧 把你老叔这个写过来 那是阿老国家的号 谢谢 跟我想象的还真不太一样 因为我除了觉得说 这是继承自己叔叔啊 这个号码 我感觉好像跟NBA有点关系 因为你看 他们都打组织后卫的空卫的 NBA现在前一段吧 最优秀组织后卫 两届MVP的获得者 史蒂夫纳什 加拿大人 纳什是十三号 我开始觉得 艾伦选择这个可能 因为我在网上 看了一张照片 你跟纳什还有一个合影 就两人 对篮球进行交流的合影 而且在NBA历史上 作为组织后卫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是助攻 那么NBA历史上 总共有五个 超过一万次 助攻以上的球员 这五个球员里头 有两个是十三号 一个是史蒂夫纳什 一个是马克杰克俊 他俩都十三号 我当时觉得 好像他根据这个选的人 这里还有这样的故事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